那個萬年曆 結果小明聽到他爸爸在叫的時候 看他爸爸被那個 那個土堆壓住了 他趕快衝到房間裡面去 進去好久 他爸爸一直喊小明你趕快來救爸爸 因為小明就很聽話 他還是去看萬年曆 看得出 他跟爸爸說 爸爸今天你沒有看清楚啊 今天是不宜吃聞啊 也不宜動土啊 他說我真的是活我會被你氣死了 土都破掉了 就把我壓到還不宜動土 不用動了趕快扳開就好了 像這個主軸 那主軸心會使人輸掉太多的機會 但是這些都是 這些煩惱都是我們自己找來的 這是我們自己找來的 太多太多了 以後有空我寧願在這個地方 談了這一段的專輯 這個蘇宏宴的專輯 因為我們這主題今天要談笑道 整支笑能感動天 我們主題談到這個地方 但是既然到這個細節我代表來談一下 我們再來談法文無量宿宴學 法文太多了 太多了 何法有八万数千个法 为什么这么多呢 因为你要助理普渡众生 普渡有八万数千种的众生 意思说太多的众生 因为一种迷养万种人 有这么多人 个人的口味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你要符合他的条件 符合他的胃口 符合他各方面的 你都是一定要去学习他 因为众生已经都是迷糊掉了 把人生的价值观 把人生所要追求的方向是什么 很多人受到名利地位的诱惑 已经将人生定位在金钱 定位在名位 他不知道到头来 台湾有一句话 三年关 五年关 三年关 两年末 当三年的关 有时候两年就满了 你看我们台湾很多部长 很多的关 做个一年两年就下来了 当关的时候是这么的大 但下来的速度有这么快 像这些 像这些 都不是我们人能掌控的 环境的改变之后 有时候运气不好 你当个灭政部长 结果来一个天灾地变 你的部署里面有某些人 处理事情处理不好之后 搞到影响到长官 结果就这样下台 也这样下台 所以说佛文无量 宿愿度 为了要补度天下的众生 这么多种的人 我们也要学习的 很多种的方法 所以我们从这基金会 才会开了很多的班 我们一年 开了一百多种的班 为什么开了这么多的班 因为希望你们所有的助攻 你们都一定要学习很多的东西 在这个时代你要服务别人 你本身也要懂得一些 如果你不懂了 你不可能服务人 甚至你不懂了 你不但没办法服务别人 有时候连你自己都受伤了 我给一个例子 你今天接了一个案子 对方是要离婚的 结果你不懂去引导他 去扶导他 还是对方想要自杀的 结果你受到他的哀怨的 是哀怨的这种诉苦的声音 听着他的诉苦之后 结果你接受了他的 那么多的那个垃圾 他吐了垃圾之后 他已经轻松 比较轻松了 他走了 结果你整个内心都是垃圾 自己倒不掉 没办法倒出来 所以为什么要开了这么多 为什么要办了这么多的活动 就希望所有的助攻 你们都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更多东西我们才有办法去服务别人 最少你没办法服务别人 最少你可以帮忙你自己 了解人之间 心灵的层次的提升是很重要的 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都心灵 自己去引导错误 才会造成有这么多的环绕 这么多的环绕 所以为什么多余的时间 我们不要浪费掉 很多人下班之后都好可怜 生活就很迷难 到网卡去 男女关系乱搞一场 好可惜到最后都是要自己去负责任的 读到大学了 比例上非常的严重 我纯粹问了女孩子 那都不用笑 我说你们的同学这样相处之间 男女关系 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同姬的比例高不高 他说非常高 超过一半以上 超过一半以上 所以你说现在要不要鼓励逗胎 还是反对逗胎 最近就在谈这件事情 反对 反对 现在又会很希望说多一点小孩子 反对 他又会走到地下的 走到没有牌子的地方去 地下逗胎又会非常的危险 你反对吧 赞成 它是一条生命 是不是鼓励大家这样乱来呢 真的是前进很难困难 后退也是困难 很难 很难去决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成立了 中断之家 万一有人怀孕了 你就暂时休息 没办法了 到这个中断之家 你就忍受十个月 生了小孩之后把小孩子 给争两家等来接受 不然怎么办 说实在应该要教育 是教育 年轻者的男女关系 要去注意 你要有道德观 你要有这些关系 这才是重要的 不然所演变后来的烦恼 是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法文无量 宿宴写 什么书都要写 断掉这些烦恼 来 活到无上 宿宴成 人家说活到未成 先节人年 所以不管哪一个宗教 你新的人哪一个宗教 没关系 他是你都要讲人家的好话 宗教如果不好 他不可能留到现在 一两千年来 因为上天的人就是助理不好 在人世间 所以上天才将这个 诸古不清团的这个道 才降到这人世间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宗教 这么多的宗教 就帮忙政府 照顾不到的 教育不到的 教育部教的学生 都是教他们如何去生活 如何去学到点技术 以后可以养活自己 但是宗教是要说 教你为什么要生活 你到人世间来 为什么要生活 教你这些棍联 你懂得这些燕联 你现在当下所想的 念头的好坏 它是会决定到你的下辈子的 所以为什么活到无上 我们宿宴来成功 因为为什么现在受到 人家朝拜的这些圣贤先活 他以前也是人 为什么他能受到人家朝拜 我们的祖先也是人 为什么没有人要朝拜 什么原因 所以这一点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脚步 不管你有没有相信 人当然把他某一个怜领之后 你就会去感受到 明明中 确实是有上天在操持的 我们谈到国家就好了 这么大的国家 当政者 本身都是有相当的智慧的 他不可能一个笨笨的 人去当一个执政者 去当管理一个国家 不可能的 他都是有相当的智慧才有可能去当到那么 他不是昨天睡觉一醒来就可以当大官 不可能 也是一步一脚印这样 辛辛苦苦一直经营上去的 他经营上去 他也是要使这个国家 所有的百姓能幸福能快乐 能过得更好 但是为什么接着下去会错误 接着下去错误 有时候不表示他错误 有时候国际的变迁